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KM-Player KM-Player的話呢 我這邊應該有放 放在那個 應該是 啊糟糕 沒放到 這個是影片處理類,等一下我再補進來好了 好,我從這邊,這邊我先直接執行 現在這個版本 給各位的這個版本就是 本身就免安裝的 好,所以 他 沒有那個 安裝的問題 那我這裡有影片的話,如果你要把這個 影片裡面的畫面抓下來 比如說,我到這個 好,到這邊 你要抓下來很簡單,就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複製到剪貼布了 啊 我用這手做 代表用快速鍵 因為大家 Copy的快速鍵是什麼 款式加息 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 你到這裡 直接 貼上 有沒有就過來了 這是單張的 當然我們比較建議各位,像這種影片的話,最好是停住啦 先暫停再來抓 不然的話,你抓的過程可能會 只有漏好幾張啦 就不一樣 你按右鍵,因為這都中文的 所以你 執行上沒有問題 你看擷取 我真的是按這個 沒有錯吧 我按快速鍵 Ctrl加息 對不對 好,他就有這個功能 那當然他除了抓畫面,也可以抓 視訊啊 聲音啊 這都是啟動的 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今天 我並不知道這段影片 的所有內容 所以你必須要完整看一遍 但是我們可以把 利用它有一個叫 情節串連圖板 把它抓起來,你先看一下按右鍵 一樣 有一個叫截取 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情節串連圖板 那但是呢 你第一就是 因為 它預設值的關係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必須要調整一下 我把它點一下 你會發現 因為我改過了 你如果 沒有改的話,我先給各位看一下沒有改的版本 我這個是有改過的 好 關閉 我這個關掉再重新打開一下 內定值的你會遇到一個情形 他告訴你說 我怎麼樣 沒辦法 在 高速模式下去捕捉 這個內容 好 進來 OK OK 好,我們先停 你看一下這邊 截取 情節串連圖板 按一下 我做的都剛好 已經改過了啦 反正你如果遇到這個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怎麼改 那我們先看這裡好了 你看進來之後 他問你你要放在哪裡 預設的位置在軟體的位置裡面 我先等一下改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他圖片的寬度 看你待會兒抓下來那個圖多翻 再來就是你要幾行幾列 所以相對的4416 也就是說這段影片他幫你抓16張 幫你抓16張 那麼下面的話呢會有檔案資訊跟什麼 播放時間 這都預設值 所以我先照這個 然後我把 圖片我先放到別的地方一下 好 OK 你按確定 他就自動幫你把整張 整段影片看過 抓16張出來 做完了 OK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他的缺點就是你不能直接直接說我要哪一張 可是他有個好處 可以讓你對整段影片有一個概念 那上面這邊呢 我們因為剛剛有勾 7秒 對對對 他會告訴你說我這個是抓第幾秒的畫面 而且上面這裡有檔案的資訊 如果你不希望說有上面那個檔案資訊比較礙眼的 你就可以把 在抓圖的時候 在擷取的時候呢 這裡 你就告訴他我不要檔案資訊就好了 這裡改掉就好了 那你要多 比較多也可以 那沒有寫7秒為什麼都是7秒 我看一下 不是這個 是這個 那都是7秒 沒有啊 有啊 21 12 不是7 14 21 28 喔 沒有沒有他只是去平均分佈而已 平均分佈 對對對 平均分佈 但是後面這邊就不夠了 這邊是16張 27 16張 對對對 16張乘7 對啊 一樣啊 112 那沒錯啊 一張平均7秒 可是如果你影片比較長 那我抓的 影片數量有變的時候 所以那張 對他只是抓平均 喔那張影片是1分52再去除以16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就是他去算總長 你這總長是這樣嗎 對對對 這個不一定是最後一張 不一定 不一定最後一張 對對對 只是說 你看上面這裡 他怎麼抓那個 他的總長度你看1分59有沒有 因為他在這裡就出不下去了 對沒有整處 那就 所以應該是正 你要抓幾張 有所有的固執 他取平均值 對 但平均值有時候 那固執剛好 對對對 如果說假設你要很精準要到哪裡的話 那 就要一張一張 就要一張一張抓 所以 這樣子我們在做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對不對 事實上他本身 你要播那個什麼 影片啊 也都蠻方便的 就是你要播這個DVD啊 他也有那些 DVD那些章節 都可以用 所以 不用管說應該 怎麼播 應該就是比 MediaPlay好一點點 這是給大家參考一下的有 這樣一個比較 特意